而为了推广行销花莲 各地原住民特色美食 花莲县政府每年都会结合 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活动 广邀设计在花莲县 年满20岁以上 据原住民身份的手工艺 美食农特产 以及伴手礼等等的业者 来共同前来参与社滩 以呈现国际花莲原住民文化多元样貌 同时也现在 在地部落产业多元的特色 活络原乡经济 并且也期待邀请更多民众 来亲身造访体验现场人道氛围 一年一度的花莲县 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 即将在7月21号到23号三天举行 为了推广行销花莲各地原住民特色的美食 花莲县政府每年都会结合 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的活动 增设摊位来活络原住民的经济产值 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表示 花莲县政府不仅是南斗与西的发言地 更是透过原住民族文化艺术的连结 论述以及建构 持续深化在地原住民族精神的指标 现在许中卫重视在地部落 并且宣扬最初的南斗文化 今年度联合丰年节将以南斗的故乡为主轴 更特别邀请荣获2022年 舞蹈的职业冠军舞蹈团 一同来舞蹈交流 共相胜举 藉由这次的合作分享不仅展现持续推动 花莲县走向国际 世界走进花莲的决心 更期待带给清零现场的民众们 国际级的业务响宴 欢迎来到我原住民行政处 波罗经济科科长邓可文表示 原住民族联合奉年节 预计在7月21号到23号 为期三天办理 开放抽签名为110个展售摊位 报名时间从111年5月22号 星期一到6月2号星球下午点 欢迎各个乡镇原住民 在地美食特色摊商的朋友们 踊跃报名 相关造型简单一直报名 也可以上网 华林先生服原住民行政处官网 进行下载 记得喜欢欢迎收到